千万别买便宜的手办 这是50块的明日香 然后呢这是100块的明日香 这是800块的明日香 从50块到100块 再到800块 同样都是白色战斗服 这些明日香到底有啥差别呢 这期视频呢我们来看看 更贵的手办 是不是也相对应的更好 这不废话吗 首先登场的是扭蛋明日香 这个系列呢出过明日香 珍稀波 还有插秧的林波利 虽然它比较小 但说句实话呢做工还可以 这个50块钱的脸做的怎么样啊 我不评价了 但弹幕表达一下意见 至少呢我是没看到啥大片的瑕疵 白色战衣上面这个红色的花纹呢 也有一定金属气的效果 头发呢也有那么一点点飘逸的感觉啊 还有这个渐变涂装呢 如果这个时候让你觉得便宜的手办还不错的话 那接下来这款明日香可能会惊到你 大街是谁啊 这款呢是世家出的景品明日香 我花了不到100块钱买的 这个苦瓜脸和惨黄惨黄的肤色 明日香到底经历了什么啊 这个脸属于呢 我镜头明明对焦对上了 但还是觉得糊的那种 冷不丁的看起来呢 还有点下银 当然呢 这也不是找不到能看的角度是吧 然后呢 这个系列还出了一个同款战斗服的真希波 感觉这个真希波阿姨呢 做的稍微稍微的有那么一点点长进 虽然没多好看 但至少不至于惊悚 好吧 我们来洗洗眼 这个是转轮射出的明日香 看这个地台就知道不便宜 新商的身材曲线 每一处凹与每一处凸都分毫避现 这里有你想象的一切美好的画面 还有这副绝望的似乎又有所期盼的脸 头发和前一个比起来 什么是差距你应该看得出来吧 这个钢筋建筑废墟的地台呢 不仅是看上去像张筋 其实摸起来更像 地上这一摊血肉模糊 做的也真的是血肉模糊 这乱做一团的发型 其实说实话 虽然比一百多那个好多了 但跟我前几天拆枪那个落天一比呢 还是没法比 还是比较糊 这张脸嘛 要说非常像 其实也不是 而且呢 在通梯打光的情况下呢 并不是特别的好看 稍微有那么一点点阴影 哎 情况一下子就好很多了 所以呢 你看 800多的手办 好像也得找角度 才能看上去更好看 但是吧 毕竟比世家贵了8倍 其实呢 能拥有这样的素质 我一点也不意外 但毕竟是8倍啊 钱包痛啊 刚好 双十一到了 这一整年买模型手办 负罪感最低的时候来了 拼多多搜索82437 或者是点击下方的链接 还能领取最低600元的券包 不知道买什么好啊 来来来 直接抄作业 这款Mega House的长发林玻璃呢 我薪水很久了 百亿补贴呢 870 非常适合搭配我的那日香 然后呢 还有寿屋的这个冰肠 才卖400多 还有乐高啊 其实百亿补贴 原来买乐高是最合适的 比如说这个蝙蝠车 我眼看它的价格呢 是一次比一次便宜 现在呢 终于一千出头了 然后呢 还有今天新蝙蝠侠电影的蝙蝠车 500多科技件 还有发光零件 喜欢帕林森本应用起来的呢 是入手的好机会了 我们来看看这个iPhone14plus 5749 比在官网买个小的iPhone14的价格 还要便宜 苹果全家桶呢 都有大额的优惠 而且呢 白衣补贴也是承诺了 商品一律 一价一赔十 有这个品质前保证 所以你不用担心 买了盗版或者是假货 希望这个双十一呢 你可以买到自己喜欢的手办 然后 还是白菜夹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